大家好,欢迎来到阳光故事屋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 名字叫做《烙饼师傅和懒妻》 从前有个烙饼师傅 因为成天忙着烙饼卖饼 所以直到年纪很大了 才取上妻子 她的妻子名叫兰花 长得瘦瘦得十分美丽 可是自小便懒得出奇 再加上爸爸妈妈一直蠢她 不按她 什么事都不让她动手 所以即使是油瓶在她面前 光当一身倒地 她也不会伸手扶一扶 即使是野猫拖走了厨房里的鱼 她也不会站起身来赶一赶 饼师是好不容易才讨到这么一个老婆 简直就是把兰花捧上了天 兰花懒得洗衣服 饼师就说 好 摆在一边 等我发好了面 我来洗 心爱的 心爱的兰花 你可千万不能累着 兰花懒得生活做饭 饼师就说 没问题 我们就吃烙饼吧 宝贝 兰花 你的手可千万不能弄黑了 凡是家里的出活 笨活 饼师通通都一手包拌了 兰花了却乐得可清闲 躺在床上什么也不用做 饼师的娘亲 事事看在眼里 可怕她气得七窍生烟 她说 真去使我喽 兰西傅碰上带着 家不像家 店不像店 这个家我呆不下去了 说完 就碗中个花布包补 气冲冲地往女婿家去了 这婆婆一走 兰花更没所顾忌了 她索性啊 就整天舒舒服服地歪在床上 对饼师说 去给我买包蝉豆吃吃吧 再不然就脚滴滴地说 给我买进糖炒梨子吧 哎 成天在家里没东西吃 真无聊啊 饼师为兰花使唤的 都忘了店里吃饼的客人了 总是见一样的奔来奔去 为兰花买着大包小包的零食 水 零食 再加上饼师烙得香喷喷的大饼 堆在兰花的床头 就像一座小山一样 原来细细细细的像跟筷子似的兰花 每天又吃又喝又不劳动 慢慢地就变成了胖胖的大萝卜了 这么一对兰老婆和呆丈夫的去世 就这么一家传一家 街头说到相尾 大家都当个笑话输来输去 胖得不像话的兰花 从早到晚躺着不肯起 最后啊 躺得腰也酸 背也痛 干脆装起病来 每天 哎呦哎呦的哼个不停 丙师啊 心疼得不得了 干嘛说 可怜的兰花 你可千万不能生病啊 兰花哼一声 哎呦 我的脚疼啊 丙师马上替他捏脚 兰花又哼一声 啊 我背痛啊 丙师立刻替他捶背 吃饭的时候 兰花连碗都懒得断 丙师说 可怜的兰花 哎 你不要动 不要动 我来喂你 兰花就这样吃了睡 睡了吃 以前还会哼哼唧唧 现在呀 哼都懒得哼呢 甚至连眼皮都懒得睁开 这一天 店里来了一个客人说 老丙师父 你娘想你都想病呢 你妹妹特地要带个口信 要你赶快去探望探望 丙师一听 急得生意都不住了 想要立刻就去看娘 可是再一想 兰花怎么办呢 她在兰花的耳边说 兰花 娘病了 你起床赶紧许我去看看娘 好不好 兰花了 眼都不愿意睁 根本就不理她 丙师想 她不想去就算了 我一个人去 可是到妹妹家这来回至少要十天 谁来给兰花端饭倒水了 丙师只好去 拜托东家大娘帮忙照顾兰花 可是大娘求说 你家的脚兰花 我可斥候不来 丙师再去拜托西家大婶 大婶也说 还有你家的兰花 我可斥候不了 丙师担心娘的病 又放心不下兰花 急得她团传坐 忽然 这个呆丈夫 竟然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她连夜 豁面 发面 又改 又闹 终于做成了一个 二十斤重的 大圈饼 她把这个饼一套 就套在 兰花的脖子上 这才 松了一口气 她附在 兰花的海边说 兰花 这张饼够你吃十天呢 你可千万不能饿着 我答应你 我马上就回来 丙师就放心地离开 赶去妹妹家了 丙师的娘 一看见而是 开心的 病也好了 丙师看看 娘没事了 又急匆匆地赶回家 到家一看 她的心肝宝贝 兰花 居然死掉了 原来 她只肯玩 嘴边的饼 就懒得伸手 把博士后的圈饼 再转一转 就这样 饿死了 哈哈 哈哈 闹饼师傅和 蓝喜夫 这个故事 阳光就给大家 讲完了 谢谢朋友们的 关注和点赞 欢迎大家 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大家